这是浙江温岭海边的直播画面 可以看到这海浪还是蛮大的 台风越来越近了 然后网友说有些地方已经停课了 今天或者明天停课 看来这个超强台风影响还是蛮大的 现在是傍晚6点多 双台风堪森 风力7级 颤都风力16级 现在超强台风颤都中心位于温州东南方向 离浙江越来越近了 浙江的话受超强台风影响越来越大了 今天的话很多地方都停课了 明天肯定也会停课 受超强台风颤都的影响 浙江沿海一带有大暴雨 暴雨 大雨 还有中雨 目前正在逐步向浙江东北部沿海靠近 可以看到6小时15级 12小时之后是15级 到浙江周山一带的话18小时是14级的风 到上海的话24小时左右 13级的台风影响还是蛮大的 我现在的话风级是16级超强台风 一向是往北27公里每小时 浙江沿海一带刮起来大风 像这个寒州萧山国际机场就有大风24米每秒 像温州龙湾机场的话 大面积取消了 航班也是受台风的影响 可以看到目前超强台风颤都主要是影响台湾的北部 然后这个堪生的话要登陆越南了 像台北松山机场的话是台风37米每秒 大面积取消了 航班